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师父卢军红台长 弟子余洪庆给您请安 您辛苦了 麻烦师父帮我看一下我的身体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7年属羊 小丫头你的妇科很不好 你的颈椎啊 明白了吗 一直从后面到前面 有一条线下来 这个当中啊 你都要当心 可能你的脊柱啊 颈椎一直到腰椎啊 这当中一条都有点小问题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你的前面 这一段有问题 明白吗 嗯 你可能要吃点苦头了 这个灵性在身上非常活跃 到处跑 而且我告诉你 它还会破你的财 所以你这个人拒不了钱的 你一有点钱就被它弄掉了 所以你赚得到钱 但是一直没了没了 就是被它弄掉了 讲了对不对啊 对 那师父您看我得念多少张小房子 什么 小房子 小房子要念 三百八十张 你要好好念的 你这个身体现在内温密失调 你睡眠非常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 你现在掉头发 很厉害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情上又有问题 所以不要想得太多 随缘吧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师父 腰要当心 腰啊 要当心 而且你这个人呢 跟别人打交道呢 最后呢 人家总会骗你的 你要记住了 你怎么样不让别人骗你呢 就是多念心经 增加自己的智慧 否则人家看到你 觉得不骗你 有点对不起你 谢谢师父 因为你这个样子是不开智慧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谢谢师父 别的还可以 别的你就是要 在盈喻方面一定要当心 我已经讲了 一定要学会克制 好吧 听师父的话 因为你现在 因为你现在的内气不强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就跟你自己没有精气神有关系 明白了吗 明白 阴气太重 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去多晒晒太阳 背晒太阳 不是前面 是背 然后泡脚 然后自己念大悲咒 念完之后两个手搓 搓了之后呢 自己呢 入那个后脑 你的脑子根本不开窍 你被人家骗了 你还要帮人家数钱呢 谢谢师父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讲的很准的 你一定要相信啊 好吗 明白 还有什么问题啊 帮我看一个 我母亲王仁 叫什么名字啊 孙秀荣 孙 秀荣 秀是秀丽的秀 对 荣呢 光荣的荣 孙秀荣 孙子的孙啊 对 孙秀荣 孙秀荣 个子不高 对 看到了短头发 对 嘴唇挺厚的 很好的一个人 对 哇 这个人厉害了 哎哟 他活着的时候念经的 拜佛 听那个观世音谱的圣号 每天 嗯 他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哎哟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谢谢 谢谢 一辈子没害过人 对 老实的不得了 对 就念经 哎呀 被菩萨接上去的 谢谢 还有莲花呢 谢谢 很干净啊 非常干净 是你的谁啊 我母亲 你妈妈 我妈妈 嗯 哎哟 很好哎 你好好的努力啊 你真的不要让你妈妈丢脸啊 你这个就是感情问题太 太多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年轻的时候谈这么多干嘛啦 少谈两个嘛好了 嗯 啊 啊 行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你家里 家里放佛台这个房间不大 对 你没有放在客厅里 没放 鼓掌 我看你们家里 还是很日本式的 有一个灯啊 在佛台前面那个灯啊 很亮 这个灯很亮 闪光的 蛮好的 但是呢在你们家进门的地方 门口啊 有一个东西 啊 左面 进门的左面 鞋柜 啊 很脏啊 关起来 气场不好 明白了吗 我老公的鞋脑袋放在外面 放外面不好 好吧 谢谢师父 其他没有什么 厨房把刀放在抽屉里 你有时候把刀都 我现在看你刀还放在外面呢 今天出来的 对不起 还长厉害不啦 厉害厉害 好啦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您辛苦了 都保护 谢谢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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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